雷歐聊世紀 踢踢六個星 大家好 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馬扎爾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基壺 那先來看一下 這邊馬扎爾人大約出資點為7點鐘方向 那馬扎爾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古風爐 這個鍛造技術是免費的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出肉馬或是槍兵或是裝甲步兵 都有這個傷害的加成 那馬扎爾人他的問題是他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所以他比較需要依靠去打架去獲得優勢 那馬扎爾人的後期有遊俠也有大漏馬 而且他後期有這個馬功甚至有這個反驅功科技 可以讓射程跟傷害變得非常痛 多加一點 那他這個銀罐科技可以讓自己的寶兵 不需要消耗黃金就可以即刻生產 也可以說是點下銀罐科技之後 寶兵也變成漏馬 而且這個肉馬血量非常多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條盾人 這邊是Chart 我只會念日文 我都念他Chart Chart 他這邊是選擇了條盾 條盾人他的農田 灑的時候可以更便宜一些些 而且他的遊俠是跑速最慢的遊俠文明 而且他的肉馬是不能升級的 只有刺頭騎兵 但是他有抗招響的效果 團隊加成 所以肉馬跟遊俠雖然跑得慢 但也不太容易被招響 除非你要正面死克生旅 那就有可能會被招了 那條盾人他的其他路線 他的其他路線比較微妙的東西 是工兵路線 工兵路線沒有強弩 而且也沒有重裝馬工 但是後期有火槍火炮 後排輸出還是可以搞定的 後期也可以轉劍兵勇士 跟奇兵 近戰防禦率還特別高 後期還有生旅科技也可以轉 整體來說 條盾人來說是經濟好 科技也算是全面的一個文明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地圖方面的部分呢 是左邊黃金有一塊大塊的 那下面有一塊附金 好兩塊附金才對 這兩塊附金算是比較偏前面 稍微難受一點的開局的感覺 那這個地圖來說前期還是要小圍一下 不太可能會大圍 所以我們小圍的話 可能是這樣子不要 把這裡小圍一下圍起來 好這邊可以圍棋 那盡可能的還是把金框給圍死 不然這個金框被控 就很難處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路易斯這邊的地圖 路易斯這邊的地圖是在左邊 右邊的話有一塊黃金 下面有一塊 兩塊黃金的位置都是 比較偏外圍的 但是這塊是比較內側的 就還好 但是他這個黃金也是有問題 不太好開TC 要開的話也是往後開 開TC 金框彎彎彎也是要走一段距離 也是一個不太好開金框位置 前方這個金框實在是太正面了 這裡是不是要插一個TC或是城堡 如果插TC的話 又很容易被對方的工程器製造所投射給壓制住 問題來說路易斯這邊要思考的事情是 要如何守住這塊黃金是重點 好 好 那現在兩邊的地圖看起來TC是比較炸裂的 這兩個黃金位置都是非常慘的 兩邊都是主機比較偏內側的位置 好TC這邊一上去是選擇了先下馬舊 路易斯這邊已經偵查完了 那TC他是日本最強的單挑玩家 所以這邊蠻有意思的 路易斯天才少年新秀 天才少年換路易斯了 天才少年路易斯 換對上日本最強的恰圖 恰圖恰圖 好 來看一下兩隻肉馬 過來 左邊這裡是十隻村民 槍兵要小心 有可能會戳到 好 看沒問題 免費的義工 優勢很大 槍兵這邊是3加1的傷害 哎呀村民完了 這一波 要小心 肉馬戳到了 漂亮 好這一波肉馬又被戳到了一下 哇沒心態了 好關鍵是 這邊的馬扎的肉馬 這邊肉馬傷害是加一點的 只要有機會都可以秒殺村民 好下面有一個小巧之主 槍兵去追一下 好 兩邊的話前期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看一下這一波 肉馬過來 有機會開打 喔這一村拿下 但是一吃肉馬也被拿了 好尷尬 但是至少這一波是有拿到優勢的 好 恰巧這邊不錯 小諾拿到前期的這個一村的優勢很好 反正是馬扎的這裡 有這個異攻的傷害優勢 卻一直沒有辦法有機會打架 路易斯這邊也是打得很小心 有異攻的優勢也沒有輕舉妄動 那這邊馬扎的人 很有可能會去挖金礦點品種 然後點下一級馬鎧 正面全吃對方的單位 因為有異攻的之後 其實要正面打贏對手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問題是有沒有品種 所以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這裡路易斯會不會趕去挖黃金 好再挖黃金了 好挖黃金等品種 欸怎麼突然開打了這一波 開打的話對路易斯來說是有點小傷的 但是沒有關係 有一共傷害打槍兵速度很快 但是後面槍兵沒有解決 回頭解決一下 OK全部搞定 正面的部分 往前衝 兩邊看一下 好直接追上 砍死一隻攻兵 咦槍兵往前 但是路易斯這邊突然暫停了一下 好像剛剛是LAG嗎 這邊突然要暫停 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路易斯這邊有點虧啊 沒有品種就往前 那看來他也是不想點品種喔 應該是想要升10代 結果突然 決定用這些弱馬跟你換 反正有可能換得贏 把這個弱馬品種 省起來 先點10代 再補品種 然後這邊防守的話 可能還是要轉戰毛兵的 這毛兵要趕快按了 好這一波是換CART的進攻 CART這波進攻 能不能賺到一點優勢呢 好城堡事態已經補下了 這一波工兵慢慢走過來 好這裡稍微點一下 夠嘛快要敲掉 好路易斯這邊要小心 可能會被追殺 往後拉 OK點掉了一隻毛兵 好這裡肉馬直接站在你臉上 你就打吧 反正不痛 好路易斯這邊點下了一擊挖金 城堡時代已經升級好 待會一定是按騎士 好路易斯來個騎士爆 哇這一波肉馬是怎樣 有點過頭了 好肉馬現在回家 工兵也回家 現在條盾人CART 電下的品種 看來這裡目標還是想要走工兵路線 轉騎士的樣子 憑著我先點 有可能先轉個 騎士 按個幾隻 還是要轉個二級射 工兵二級射 全黃金兵的 一個打法 好馬薩爾這邊也是在進攻 欸但是這一波有衝進去 看一下這一波能不能抓到村民 這邊村民直接拉過來打架 抓掉了一村 帶肉馬及時過來救援 好沒什麼問題 這一波下方工兵也來了 好那這一波看起來 路易斯還是有點小傷的 CART這邊經驗夠多 這個打的場次喔 應該還是比路易斯還要更多一點 他這也是從我們頻道初期 跟WUO時代 就有在打的玩家了 好這邊直接點光 這裡所有的毛兵 點得漂亮 好再點掉一隻騎士 OK搞定了 好那路易斯這邊的肉馬 數量只剩下一隻 現在是全部轉騎士 而且補下了第二個城鎮中心 現在 CART要思考要哪裡開TC 才OK喔 現在這邊走的強軍士的話 可能打不到東西 但是有工兵上的優勢 整體來說還是有主動權的 好這波工兵要走進來了 好看一下這一波 工兵怎麼打 兩邊對看 你看我看 好工兵對射 哎唷射到了一村 對呀這一村來不及收 路易斯這邊 工兵給到了很大的壓力 好補馬就不對 這時候不能補路易斯 撤了 還好沒有彈道血 CART這裡的大問題是沒有 彈道血 還有21伐木都沒有 好路易斯終於補下了品種 經濟背空 現在有點難受 但是雙TC開農 但是經濟不會太落後 但是因為收村的關係 誰經濟已經開始落後於路易斯這裡了 路易斯已經開始落後於CART 講反 OK那現在 後面騎士過來攔截一下 過來支援的兵力 收掉了一隻騎士跟一隻工兵 還算是不錯的 好這個戰果 好路易斯現在 還在努力的抓地方單位 CART則是繼續進攻 這個馬就 把這個馬就給拆了 好那路易斯家裡 並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所 甚至連生女也沒有補 所以主要是因為生女現在還是比較害怕 工兵 走了三格 就可以招響 就可以射掉招響的生女 所以現在生女有點難出 出了也不定能做到事情 好但 情況必要 還是拿來防守 是OK的 包圍逼退對手 也是很好用的單位 好但路易斯這邊主要的想法 還是想要走一個偵查 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偷架的路線 好這邊騎士主要來到了五隻 這裡是想要做一個包抄嗎 還是要繼續攔截呢 但是CART這邊騎士市場越來越多 而且二級馬卡也要好了 十隻騎士直接往裡面衝 不管了 這一波看一下勝率直接逼退 OK二級馬卡也好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騎士的近戰防護力 來到了五點防護力 騎士傷害現在是十二點 大概算是七點 路易斯直接上了高地 騎士上去輸出 二級馬卡 品種都有 旁邊互打 分率一直招搶 但是招了很久還在 嗡一直嗡一直嗡 好最後還是嗡到了 OK正面的結果是CART這邊的工兵全死去 路易斯這一個劍塔 打了成盾的傷害啊 OK這一波路易斯用了大量騎士搞定了 CART這一波的衝鋒 但是這一邊 路易斯村民死傷還是有點多啊 來到了十七村 好兩邊的村民術 開始有點差距了 CART這邊是騎士繼續過來抓村民 但是一直收村 好繼續收 再砍 砍十一村沒問題 再一村應該沒辦法 OK拉走了 好那CART現在這一波狂抓十九村 路易斯有點炸裂 但是還好沒有傷到這個金谷 雖然死了十九村 但是CART也是犧牲了自己的經濟 所換來的戰果 所以現在經濟要趕快補下 好那現在CART最大問題是二技伐木 一直沒有點 怎麼辦呢 會不會一直沒注意到呢 好補了更多的騎士 現在還覺得戰士方面對於自己來說 還是有優勢的 剛剛那一波砍進去 確實有點傷到路易斯 路易斯家裡的騎士 並沒有出門騷擾 而是選擇在家裡助手 助手模式 全部都在家裡 好現在CART中發現了二技伐木沒有點 這一波騎士衝了上來 但是有抗招響應該是招響不到 有抗招響就是比較耐扛 真的沒招到 兩隻直接跑著 好點下來前程科技 哇這個前程再疊加下去 真的是太難招響了 趁著這邊細節有拉好 但是這邊自己生旅招響得很快 有機會喔 再往前走一步 趕不趕回頭 回頭讓我招一下 結果這邊生旅 尷尬 直接被拘殺 兩隻肉馬打得漂亮 CART這邊肉馬做到了事情 好前程科技補完了 現在右邊也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CART現在開始穩固自己的附近的位置 前面的黃金開始用TC保護了起來 軍師是打得蠻強的 而且這邊也是可以開TC的 只要軍師打得夠好 這裡開TC 手附近應該是沒問題 好現在加里繼續把一些洞給補起來 不要讓對方有這個鑽洞的機會 好左邊這裡直接拉了10強 路易斯開始進入防守狀態 沒有打算要跟你繼續打正面 畢竟內波衝進來 臭米死傷的有點多 雖然路易斯現在分數還是領先 但是經濟方面來說已經有點落後 好那現在路易斯大量騎士過來 兩邊要互打了 這一波 左邊的僧侶遭翔能夠遭到嗎 正面騎士互打條盾應該還是有絕境性的優勢 遭到了這一隻騎士 哇這個騎士真的太坦了 近戰防禦5 對上防禦4的騎士 但這邊高打第4K打得贏條盾騎士了 條盾騎士這一波 不能 不能讓對方又居高臨下 不然這樣子會很難打 有高地防守就會比較好 好馬薩爾人這邊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條盾這邊也是 兩邊不約而同的點下縱裝長槍兵的升級 這就是高手們的反應嗎 你騎士這麼多 那我要轉槍兵了 可能是這樣子 好這邊直接開門 但是還是想要打破這個木門 好兩邊的騎士 現在是你看我看你 好下面的騎士開始往下拉扯了 好直接衝進去嗎 這一波看一下 後面這一波還在追 好後面沒有開打 反正是這一坨騎士衝進來 讓路易斯家裡 城內大亂 怎麼辦 這一波 但路易斯的趁速降到只剩下87吋 還可以再多 好左邊又來一坨 完了 卡特這一波 騎士們的衝鋒 實在是太難受了 左右兩邊開攻 經濟炸烈 還好這時候路易斯有轉槍兵 稍微能扛一下 好正面補了一根城堡 先守住一下 正面的交通要道 好但是卡特這一波可能會損失非常多的騎士 這一波看來是沒有要走了 好騎士全死光 卡特這邊前期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騎士 接下來要思考是怎麼守住自己的黃金礦 這個黃金礦守不住 這一塊黃金也沒拿下來 那會可能就要缺金到死了 那路易斯也是同樣狀況 對方這個黃金開採起來 就會很難受 如果這個黃金也沒守住 自己就要炸裂了 兩邊都是一樣的問題 這兩塊金是這一場的關鍵點 好那來看到這一波騎士過來直接吃村民 但是這邊有非常多槍兵防守 這波路易斯鐵了心要出槍兵 那馬扎的人他也是有大槍兵的 兩邊都是有槍兵的文明 但是條隊人的槍兵防護力更高 天生近戰一點防禦 好兩邊騎士開打 這一波騎士 數量上是有一點差距的 應該說是血量上有差距 可以看到路易斯的血量比較慘 往右邊走 結果怎麼突然打得起來 用正面的槍兵去捉對方騎士 直接搓量大批的嘛 那這樣子右邊騎士的血量就會優於 查特這邊的騎士了 好這波騎士流進來 這一波大軍 查特家裡有防備嗎 沒有 還沒有注意到 這裡已經流進來 而且上面有一堆村民在發呆 完了 哇這一波直接炸裂 這裡收村可能也沒有用 怎麼騎士跑去打房子 怪怪的怪怪的 這裡趕快大量收村 還好條頓的城市中心可以塞25個人 會讓自己的村民可以比較安心的防守 這裡直接 防製補了一堆 但是有洞 這一個洞 真的是天大的快消死 哎呀 這個洞流進來 直接村民被卡了好幾村 但恰的村民是不是非常理線的狀態 但是這裡馬大人路易斯 啊不是路易斯 查特這邊也是直接硬吃 但是沒有砍到村民有點虧 來繼續看一下路易斯這一波的衝鋒 花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但是槍兵已經趕到 家園 好搓掉搓掉 再繼續搓 把一些騎士給搓光 好左邊騎士沒有要走了 拿下 現在槍兵數量慢慢變多 好 騎士繼續在追趕著 這些村民 好左邊的騎士繼續往下拉走 這裡有點危險 城堡在這 而且還有槍兵 農地裡一直有槍兵在做助手的 現在兩邊打得有點隨身活了 誰也不讓誰 好路易斯率先點下了帝王時代 好 插著這邊 帝王時代還沒有點 好終於點了 好兩邊時間差了大概30秒 應該還行啊 30秒應該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好 怎麼騎士還在繼續衝鋒 那就早上要停止 好路易斯現在是轉出了手推車 心機開始慢慢轉好 那條盾人打後期 騎士只要轉出槍兵路線 就可以很好壓制住馬扎爾了 好但是這波騎士送的不冤 真的是白給 白給 要到了帝王時代 條盾人的近戰防禦率 會多加2點 槍兵互戳也是條盾的贏 那如果騎兵遊俠互打 也是條盾的贏 所以 Chart這邊只要繼續走騎士加槍兵路線就可以 那馬扎爾人這邊可能是要轉 槍兵先升級完 再轉馬功的一個路線 會比較好打條盾這邊的搭配組合 好所以現在路易斯這邊的亞歷斯 來到了黃金身上 黃金要先趕快顧好 那現在Chart也知道 你現在沒有黃金就打不贏我 騎士一直在留這個附金喔 好那現在對於馬扎爾來說是相當劣勢的狀況 後期馬功要成形很不容易 黃金一定要先確保好 好結果這波黃金又被抓到 好這一波實在太斷路易斯有點炸裂 恰得這一波直接衝鋒 兩邊地方都是大量騎士灌入 直接灌在臉上 不演了 直接用大量騎士淹過去 重裝騎士馬上點下 升級馬卡也點了 騎士一隻重重裝長槍兵 路易斯這裡稍微買賣一下 點出了槍兵的升級 但是這塊附金已經被偷挖了 現在路易斯很麻煩 這面黃金不夠 擋不住槍兵數量也擋不住 雖然有肉 但是沒有木頭 而且產能上好像也不太夠 槍兵 對 產能不太夠 趕快補一下槍兵 OK 來到了五個軍營 我就想說為什麼你的產能有點少 不然是產能上的問題 好這裡拉了更多的黃金 村民來挖對方的黃金 路易斯這兩塊金完完全全的守住 好這邊巨型頭十一正在攻城 路易斯接下來把所有的集結點 設在這個巨型頭十一的前面 但是現在其他位置還是有重裝騎士在騷擾 這裡還在砍村民 我的天路易斯這一波死了 超過了五十六村 吐了 好重裝騎士直接往前 這邊集結點槍兵來不及完成集結 重裝騎士直接手撕了兩台巨型頭十一機 順利拿下 但是也被抽掉了一些馬 但問題不大 問題是 路易斯有足夠多的黃金 可以轉出馬弓嗎 沒有馬弓就沒有後期 黃金已經被挖爛了 這兩塊黃金 恰特守得非常的好 好現在恰特點下了槍兵的升級 大槍兵也點下了 你出槍兵我出槍兵 那誰會贏呢 當然是條多人的槍兵會贏 而且路易斯這邊最尷尬的是 還沒有三級的步兵鎧甲 防禦整體來說 就輸了近戰防禦三點 怎麼打怎麼輸 完全沒有聚會 路易斯這邊落馬點完 新機兵上去往前衝鋒 但是後方有槍兵在防守 看到槍兵之後馬上拿走 沒有打算要死克 這一波殘疾的步兵鎧甲 還有十秒鐘 路易斯還沒有放棄 他覺得他還有希望 只要這塊金我能挖 那就沒有問題 那現在路易斯繼續進攻當中 城堡部分很努力在擋 條頓人這時候可以點下金罐 讓這個城堡射程變得更遠 甚至可以射到敵方城堡也沒問題 所以這個城堡距離三後進 兩邊的槍兵開始互戳 這一波戳完 誰輸 誰贏 還不好說 看起來是恰得又要贏了 槍兵直接戳爛 也不管你是在城堡下方 自己投資機再度拿下 後方火槍兵已經登場 路易斯怎麼辦 就算你有槍兵 我還有火槍 槍兵對戰的情況下 已經打不已了 現在遇到火槍 該怎麼辦 後方現在槍兵也是四處騷擾當中 現在這些弱馬也不知道在幹嘛 在發呆 完蛋了 槍兵出來之後更需要馬功了 還是我們先轉戰毛兵 擋下槍兵 右邊這塊黃金 讓Chart有足夠多的黃金 可以轉出更大量的騎兵 甚至連遊俠都點得下 這兩邊強兵互戳 目前馬扎爾人 肉馬慢慢點下 繼續補肉馬 但是大肉馬升級不上去 這塊金一直沒有被砸 真的是太神奇了 我們來看一下 路易斯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了 在你的眼皮質底下 開挖 這個路易斯 應該是 沒有太多的 操作 兵力可以去 阻止這些村民挖黃金 好 那這裡很有可能 會變成Chart的 這邊的 重裝騎士 遊俠 勸退 可是一升級完 馬扎爾人 可能就會投了 那接下來 有這麼多的遊俠要擋 基本上經濟應該是扛不住 好 正面的部分 肉馬繼續輸出 抓掉這些村民 好這裡 開始把 射箭場往外補 好 那目前家裡都是洞 但是問題不大 問題是正面這根堡 準備失守 遊俠還有40秒的時間 巨星頭11 準備喔 工程 成功了 城堡 即將失守 Chart大軍 準備遊俠衝鋒 火槍槍兵 全部衝進去 來了 往前了 遊俠也開始往前進攻 這一波 遊俠往前 後面火炮 開始拆巨星頭司機 火槍開始射擊 在後面開始發子彈 開始了 開始了 遊俠開始往後衝 看一下這波遊俠會往哪裡衝 正面的槍兵應該是守不住 火槍全部擊倒了槍兵 遊俠往前衝 抓掉一台巨型頭司機 注意時還沒有放棄 後面有做騷擾 但是這裡不是重點 重點是家裡這一坨遊俠該怎麼解 好 巨型頭司機繼續炸起來 後方的村民一團大亂 這裡勉強轉出了一些馬功 來到了12隻的數量 但是現在攻擊力升級好 也有化學 但是還沒有點下反驅攻 傷害來說還是有點差 黃金還不夠 馬功疊起來了 但是家要沒了 這一波時間爭取得不夠多 農田潰散 城市中心沒了 馬功被遊俠直接貼死 路易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Chart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出了131隻的遊俠 這個遊俠數量是真的多 兩邊的槍兵也是出的不錯多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Chart拿下資源上勝利 路易斯則是拿到木材跟石料上勝利 整體來說Chart是比較經驗老道的 還是有比較多的經驗 知道該怎麼對付馬渣的人 路易斯本身來說要打贏馬渣的人 要打贏條盾人 應該一開始城堡時代 就應該要出馬功 而不是出騎士跟條盾人對客 那為什麼路易斯想要打騎士呢 主要是因為免費的惡功實在是太香了 而且馬功承襲也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現在馬渣人的團隊加成 可以讓馬功的生產速度變快了 所以其實城堡時代還是應該要轉馬功 才可以把這塊經穩穩守住 機動性夠好才可以驅趕敵人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上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